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com 时间是7点33分17秒 我是周玉寇 今天Coco.com 是我们的107年的第一天 非常谢谢来到现场的 Bus Orange Take Orange的执行长 是沈贝宜小姐 Coco姐早 大家早 新年快乐 去年一年你的最大收获是生了一个儿子 对 你儿子快一岁了 对啊 没错 下个礼拜 我常说我们家我们这个发音间是有这个 有送子观音的 我们对面的邵程也是在我们的节目 这个播送的时候生了女儿 真的 求子求很久 所以新春欢喜 新的一年 我们的来宾当中 有人要生小孩的话 就常常来上我们节目 可以沾喜气 好 非常谢谢了 我们新的一年也谢谢 Bus Orange Take Orange 继续在礼拜四这个单元当中 帮我们来 这个说明一些科技网路新闻 要不是他们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 也不懂这个从你们的介绍当中 其实尤其是那个澳洲那个电池 我觉得很厉害 Tesla的电池 Tesla真的很厉害 本来今天差点又要来讲Tesla的事情 为什么 没有我昨天在想说 今天要聊什么 然后呢 我就跟玉宁在讨论 然后玉宁就说 Tesla 我就说你不是前两个礼拜 才讲过Tesla 他说Tesla新闻真的很多 他崇拜这个马斯克是吧 这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 这个题目还比较 还蛮全世界很重要性的 一个发展吧 那另外还有一个 你要讨论的是 哦对 金融监理沙盒 因为就上个礼拜 季权不是来吗 那他曾经很沮丧的说 怕这个 因为你们新闻上有写过 说那个民进党团可能会 这个阻碍吗 其实当天许一人就来 我们节目有没有 他就说 他已经打电话给柯敬明 结果就通过了 对没错 好我们拜拜手 我们在这些事情上 还是有一些进展的 OK好 那我们今天谈两个题目 就先请贝宜告诉我们 网路中立法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网路中立法 这个新闻在 过去这一个礼拜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非常引起非常多的 关注跟讨论 他其实有两个新闻 一个先是从美国来的 他就说 美国的这个 FCC 也就是他们的这个 联邦传播委员会 他正式通过了一个法案 说要终止网路中立法 然后引发了 骇客团体 这个匿名者 他说要发动毁灭性的攻击 目的是要捍卫上网的自由权 到底什么叫做网路中立法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大家在使用网路 不管你是用 中华电信的网路 你是在家里可能用远传的 或者是你手机 你不管用 中华电信远传等等 台湾大哥大 你基本上呢 你只要开通了这个网路 你连到 不同的购物网站 连到这些 不管你在使用LINE 你在看Facebook等等 其实每个人是平等的 你拥有一样的这个网路上网速度 你在连不同的网站的时候呢 你并不会因为说 今天不同家的业者 所以你可能连到他的竞争对手 网路速度就不同 但是呢 这个网路中立法 本来的保障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 美国的这个FCC宣布 要终止网路中立法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比如说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还没有这个网路中立法的保障 当时呢 Skype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Skype刚推出的时候 大家就很惊喜说 我现在可以不用透过电信业者打电话 我可以用Skype打电话 现在当然对大家的研究很熟悉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都用LINE来通话 那当时Skype刚推出的时候 对于美国的那些雇往业者而言 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呢 他们就用了一些方式来防堵Skype的发展 比如说当时ATMT他就说 因为大家在用Skype的时候呢 会造成很多频宽大量的使用 会造成频宽的拥塞 所以呢 他禁止当时的iPhone用户 使用Skype这种网路电话 或者是曾经欧洲的电信业者 也用过一样的行为 就是说如果你只要在iPhone上面 安装Skype 他就跟你终止使用者的合约 这在我们现在看来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你竟然会因为 就是这些某一些你的竞争对手 而去禁止用户来使用这样的服务 或者是让你使用这些服务的时候 速度非常的缓慢 但是呢 现在这个美国FCC宣布 终止网络中立法 确实就有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为什么这样的法令还会通过 这就是让这一次 为什么这个骇客团体匿名者 他宣布说他要发动一个毁灭性的攻击 去攻击FCC 就是美国的联邦传播委员会 因为他觉得捍卫自由上网的权利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就好像说 现在大家 因为大家可以上网 然后你可以自由的浏览 这种各式各样的网络 不管你是为了娱乐用 你为了求取新知 搜寻资料 或者你为了娱乐通话等等 那至少当你连上了网络之后 你是可以自由的去上到 这些不同的网站 然后享有一样的传输速度 传输速度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假设今天大家在看 比如说购物网站的时候 你今天如果连到每一个购物网站 速度都是一样快的 那对你而言 你要在哪一个网站上买东西 你可能就是取决于 哪一家的价格比较划算啊 哪一个实用界面比较流畅 或者是哪一家有比较独特的商品你喜欢 那如果今天 你在连到A网站跟B网站的时候 A网站非常的慢 你可能进去了之后 等了30秒 图片都还没有下载下来 你可能就放弃这个A网站了 你就去使用B网站 这个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大家就觉得 那我不要再A购物好了 我去B购物 但这个并不是基于 这个平台业者自己的网站速度 做得不好 它可能是因为前面的这个 提供网络速度的服务业者 去禁止它了 那为什么禁止它 有可能因为A公司是它的竞争对手 因为有可能B公司是它的 这个网络提供 ISP公司的旗下的集团 那这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公平的 大家说的网络竞争 所以说当这个法案 这一次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通过的时候 引起很大的争议 那为什么通过 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网络服务 它真的其实使用的这个 频宽量是很大的 好比说我们会打网络电话 好比说现在很多人 喜欢在网络上追剧 你在网络上看很多的影片 好像大家很多 现在很多年轻人 基本上在家里是不装电视的 他可能在YouTube上面看 他在Netflix上面看 然后在上面听音乐 这些新形态的服务 我们以前有提过OTT嘛 这种服务其实对于大家而言 生活形态改变了 你很多的行为以往 可能是透过电视 或透过其他的行为 你现在都可以再 透过网络来使用 那因为这些新形态的服务 它的这个频宽使用量 也大幅的提高 那这一些所谓的 就是ISP提供网络的业者 他就表示 他说他们就像是一个 盖马路的单位 这么多人大量的开始在使用这些马路 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多收到钱 然后他还要有很多的投资 去维护这些网络的品质 所以他们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 然后这样会导致他们 没有办法有更多的利润 去做更下一个世代的投资 基于这样的原因 所以他们要求要废除这个法令 然后这样子美国呢也废除了 可是像比如说这次这个法令呢 包含这些网络大厂 比如说Google啊 Facebook等等 他们就跳出来说 这个完全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 好 那这个新闻呢 当时一推出来呢 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 就引起了很大的热烈讨论 那更引人注意的是 这个新闻已经延伤到台湾 因为这几天台湾的通讯列者 也表示说他们也希望 台湾也要推出这样的法令 就废除网络中立法 这个是NCC管还是 还是其他的单位管 像美国他是在那个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那台湾应该就是NCC 其实我们的NCC的主委 还蛮开明的嘛 那这是一个 其实对消费者而言 是我们不太知道这个状况 真相的嘛 那问题是这个力量 这些电信业者 他们的声音够强烈吗 因为电信业者是特许行业 他们都不太敢 跟特许行业的核准单位来呛响 对 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 就是有一个 台湾通讯学会举办的 一个通讯传播研讨会上 台湾五大电信业者的总经理们 都像NCC表示 他们现在营运越来越困难 所以希望他们要跟进 美国的这个 废除网络中立法的政策 这个词话一说 就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引起网友大量的反弹 我们待会可以再来聊 网友是反对的 对 他们觉得电信业者赚太多钱了 然后觉得担心 大家的权益会受损 我们待会可以来聊 到底对我们的影响会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可以最后来请教一下 贝宜在技术上面 那个苹果让那个旧的手机 那个上网速度变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伎俩 好不好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因为我最近在用 iPhone 6 Plus跟iPhone X 一起用 那真的差很多 同一个业者 然后同一只手机号码 来 真的是 做商人事实在好好 他就怕你一直用 商人奸诈好像是应该的样子 那个我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来我们呢 网络中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台湾的五大电信业者要求NCC要跟进 但是呢 网络的消费者认为 五大电信业者 他们的要求 其实不是非常合理的 我们举例来讲 以下真的只是举例 就是说万一 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的消费者在讲 就如果说真的 今天各家提供网络的厂商 他们可以依据竞争的原因 或者是说 如果特定的业者付比较多的钱 就可以享有比较快的网络速度 到底对我们消费者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譬如说 假设今天台湾大哥大 他如果今天希望 他旗下的MOMO 一样是富邦集团 他的生意会比较好 他会不会让他的MOMO的连线速度比较快 那相较之下 你如果连到PC Home 虾皮 网速是很慢的 对不对 那对你就有实质上的影响了 或者是比如说 假设今天旺旺集团 他今天愿意付比较多的费用 给中华电信 所以呢 你连上中时电子报的速度 可能比连上UDN 联合新闻网要快 那会不会有影响 这就是大家对于 所谓网路中立性 很坚守 就是我们一定要拥有 网路中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都可以有 享有同样的上网速度 你可以连到这些不同的网站 大家就可以自由去选择 不管是你要去买东西 或者是你去看新闻 但如果一旦这些网路提供商 比如说像台湾 就像中华电信 台湾大哥大远川等等 如果他是可以依据不同的服务内容 或者是竞争 就去提供不同的速度 那对于不管你是业者 或者消费者都有影响 比如说假设今天我是一个 比较大的企业大财团 所以呢我愿意付一大笔钱 给这个中华电信 或台湾大哥大 然后你会让我的网站速度很快 但相当之下 如果我是一个后进市场的 比如说新创业者 或是比较小的公司 我没有一笔大的费用 去付给电信业者 会导致一开始 我的网站速度就很慢 那尽管我的服务提供的很好 我可能有很高的价格优惠 但是却因为消费者连进来的时候 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 甚至连不进来 那你的这个竞争 这个公平竞争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这是大家非常忧心的 那当然这些电信业者会说 我们不会做这么极端的事情 我们不会这样子 怎么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谁知道呢 对就是在这种商业竞争之下 甚至比如说假设今天 有一些新闻报道 是在负面的批评 某一些这种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 他会不会因此就 让大家连不上这个网站 就是连上这个网站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这就是这一次这个 当国内有业者提出来说 他也希望政府要放宽网络中立限制的时候 大家引起这么大的渲染大波 这次呢就是在这个通讯传播研讨会上 中华电信 比如说包含台湾的五大电信业者都说 他们希望这样做 尤其是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就有说 他赞同美国废除网络中立法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举动 那当然他们有提到一个原因 他就说因为现在ISP业者 他们没有办法扩大投资 这样会阻碍网络的创新发展 他说因为现在这些新形态的网络服务 占据很大的平宽 消耗他们很多的利润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扩大投资 那网友就去调出数字了 他就说你看看台湾大哥大 光是2017年上半年 他的获利就有将近100亿台币的获利 但他现在却说 因为这些服务占掉他们的太多成本 所以他没有办法扩大投资 网友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因为这个举动 当然现在这只是电信业者开始 有这样的呼吁 对NCC的呼吁 目前还没有下一步动作 但是已经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 就如同刚刚扩姐会问 因为大家一般对于网络中立法 其实不太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政策 然后大家也不太清楚 到底这个法要是废除之后 对一般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像我们最近就做了一系列的报道 其实就提醒大家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那网友们应该要来了解 到底这个对于自身的权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OK 好 那美国的网友都没抗议吗 有啊 我们刚刚提到说 美国的更极端了 他们的駭客团体匿名者 宣称他们要发动毁灭攻击 其实川普总统他上任之后 他有非常多的政策 都对资方非常有利 那他也没有被骂成自尽党 他已经是被那些 美国的那些一般网友讨厌到 他已经不在意 没所谓 好 那我们讲这个金融监理沙盒 之前先问一下 iPhone到底在玩什么 你用的三星难道没玩这个游戏吗 我不知道 我都有用的 我都有换手机 是会被换手机的人 大家就我们刚刚提到说 很多iPhone使用者 因为iPhone一代一代的在出 那有些人不一定 每次出新手机就会换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我的旧手机 当新世代一出来的时候 速度就变好慢 大家以前就会 私底下在讨论说 哎呀 那个苹果的老板 手上是不是有一个按钮 只要新手机一出 他就按一下 然后让你的手机又变慢了 就没想到呢 iPhone后来自己真的 有坦诚说 这件事情是真的 就是说 他们的做法呢 是说 你每一次只要 手机升级之后 他会把你的原本 电池的 这个手机的电池 调降 他的这个速度 那大家讨论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实际上呢 就是因为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真的引起大家 很渲染大波 然后美国甚至 还有很多网友 去做实测 就说 他真的在你的手机里面 动手脚 好 就是说 今天当你一旦 有新手机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的系统 怎么越来越卡 他在软件可以控制到 你的电池啊 哎 不是啊 像你们每次都会去做 软体升级啊 对啊 对不对 一升级以后他就会 对像有些 电池也会受影响 有些使用者 他只要一有升级 一有这个软体升级 他就不去下载 不去更新 他升级很麻烦 他有一次升级害我 就是当机啊 当机 对 因为有很多使用者 他的升级是 比如说自动的 或者说你假如一看到 那个讯息 其实你也不会多想 你就直接觉得 哎好啊 升级感觉就是好的嘛 新的服务 你就去升级 但他一旦升级之后呢 他就改变了你 网络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认体啦 然后一些使用的速度啦 调降你的一些速率等等的 所以你就立刻感受到说 为什么某些处理的 速度会比较卡 比较慢 嗯 对那当然 这个服务一推出 这个事情一对外宣布之后呢 就影响大家 很大的反弹了 就说因为以往 大家只是猜测 说苹果会这样做 但实际上现在苹果 真的让大家知道说 它的确证实 它主动的把你的旧手机降频 当然他有一个说法 他就是说 因为他要导致 他要 因为那是比较旧的机种嘛 他可能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维护你的手机 在比较安全的使用 我都猜到他一定会这样说 或是保护它里面的电子元件等等 但是当然使用者就不能够接受 这样的说法 像美国人不是集体要诉讼吗 对啊 然后呢 所以在集体诉讼之前 苹果就赶快推出说 你现在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 就来换电池 那大家无法接受这样的形式 你看在以前 我记得很久以前的那个Nokia手机 大家都会说 哇什么3310是可以用什么 十几年手机都不会坏 摔也摔不坏 你使用速度也不会影响 那现在大家就会说 为什么手机变成像一个消耗屏一样 每一两年就要换一次 那电信业者这样 这个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电信业者 现在讲到的是这个手机制造商 他们这样的做法 大家当然都会觉得说 他是为了要多赚钱 多卖手机 那消费者就会学了 那你这样做合理吗 对我们的权益 会不会受损 可是你已经被他掌控了 好了 但最后50秒 你怎么评价那个金融监理上 我觉得我们的媒体 一直站在一个立场上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 开放 对开放 就是说 当然有很多的法令的调整 大家后续会有很多 就市场上的一些 不同的观感跟影响 但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宗旨 就是希望很多的事情 是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 对 因为很多事情不开放 不管新创新进的业者 一些新的模式 没有办法在一个 就是公平的环境下面 让大家可以尽可能地去发挥尝试 你如果 因为有很多的创新都是 你在现在看 也许是可怕的危险的 但是以后 他就是一扇窗 一个门嘛 对不对 谢谢 谢谢贝姨 谢谢 马上回来了